我們來複習一下我們上個禮拜五教的正攝影 同學你還記得什麼是正攝影嗎 我們用這個符號來表示 PROJ A向量 B向量 這個表示A向量在B向量上的正攝影 同學你知道這個符號這個PROJ 是哪一個單字的前四個字母嗎 PR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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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投影 這是浪念嗎 到底行不行啊 還記得嗎 來複習一下好不好 這個叫B向量 安靜安靜 這個叫A向量 我們上禮拜講過 A向量在B向量上的投影 同學 向量的投影還是向量 猴子照鏡子 還是猴子啊 對不對 向量投影還是向量 想像一下喔 猴子照鏡子 來 你們有看到嗎 所謂的正攝影是什麼概念 正攝影很簡單 就是這架飛機在飛的時候 它的影子所形成的向量 叫做正攝影 這樣聽懂嗎 那個影子所形成的向量 我們叫做正攝影 所以正攝影它是向量 不是長度喔 再強調一次 正攝影指的是向量而非常度 可是 同學這個向量 它跟B向量一定是同方向 不一定 有時候會反方向 對不對 因為這個飛機不一定朝這個方向飛 它也有時候會朝這個方向飛 這樣子的話 它影子的方向是不會朝另外一邊 這樣聽懂喔 好 那我們上個禮拜 推導過正攝影的公式 我們一起來記好不好 同學正攝影的公式長什麼樣 A在B上的正攝影 同學這個C向量啊 跟B向量是不是平行 所以既然是跟B向量平行的話 那我這邊就寫一個什麼 就寫一個B向量 因為它一定是B向量去做伸縮 欸我要教你怎麼背喔 它一定是某個背數的B向量 對吧 然後請問一下 我上個禮拜 教你怎麼去記前面這一桌東西 我教你去記 欸我高中登上記的喔 你這裡寫B向量 然後你拉一個箭頭過來 等一下 粉筆斷掉喔 這個天氣太潮濕了 欸聽說今天有超級寒流要來 今天晚上 超級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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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明天早上希望大家可以順利的起床 明天早上錄影都不來耶 到底錄影都不來 幹嘛要醉 幹嘛醉 我要去大家吃到大陸 欸這種天氣要起床 真的是一種折磨 我知道 我的床有鋪那個電熱糖 好溫暖喔 嚇起來 等一下馬鈴被打開一個縫 那個冷風一吹進來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被收 被收 蛤 他那個會氣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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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們會用電熱糖嗎 為什麼 我會開冷氣嗎 他有開冷氣嗎 對 會開冷氣 太熱 我會開冷氣加電熱糖 太滿了吧 你非洲人喔 你非洲人喔 太脆了 有什麼好蠢的 啊我跟妳講 因為我習慣裸碎 我裡面什麼都沒穿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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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裡 不要再嘴炮 來 這裡寫冰香料 來 回來回來 欸回來啦 這裡寫冰香料 那這邊要寫什麼 欸講話講話 什麼噁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裡面沒有記憶 穿冰褲嗎 我睡一點 我分位會穿冰褲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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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欸這裡寫冰香料 對啊 進嘛 回來回來 這裡寫冰香料 啊這裡要寫什麼 冰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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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跟著寫 這裡寫冰香料 我跟你講 你這裡寫什麼 這邊就寫什麼的平方喔 聽懂嗎 你這裡寫哆啦A夢 這裡就寫哆啦A夢的平方 欸你懂嗎 好 這就是管你前面寫什麼 你這裡就寫它的 長度平方 那請問你上面要寫什麼 上面要寫這兩個相看的什麼基 對 上面要寫這兩個相看的面基 欸這樣子我可以 可是我跟你說 如果你只學到這裡 你只是把課本的部分學完而已 我現在要做一點補充 呃 奇怪欸 蛤 你是跟我一樣是不是 終於找到同號了欸 哈哈哈哈 我們把這個東西把它拆開喔 欸我跟你講我把它拆開 你仔細聽喔 他可以寫成V向量的長度 分之A向量 DOTV向量 好 再乘上 來 V向量的長度 分之V向量 來 完全你跟著我一起寫 這個公式他可以拆開 變成他乘以他 然後我等一下要問你 這兩個是什麼東西 在課本沒有講 但是你要會 我等你喔 我等你喔 來快點 我等你我等你 這一個是誰 然後後面這一個又是誰 你看 欸有沒有人知道前面這個是誰 我跟你講喔 以我的經驗來看喔 很多同學看到他 他會覺得很陌生 他說老師這什麼東西啊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對不對 來我跟你講喔 嗯 我們複習一下內積的定義喔 他會覺得A向量 DOTV向量 如果你忘記 你在旁邊寫一下 A向量 DOTV向量 的另一支 A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 B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 B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什麼 cosθ 沒有問題對不對 這樣是你可以接受嘛 那我今天如果把B向量的長度 除過來 一起看喔 A向量 DOTV向量 然後除以 來 這個叫B向量的長度 來 那請問你 如果我把B向量的長度 除過來 他會變成誰 他會變成A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什麼東西 cosθ 對不對 他說會變成他 他就是A向量長度 乘cosθ 跟定義來的嘛 對不對 可以喔 欸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可不可以問同學 A向量的長度 乘上 cosθ 這個叫什麼東西 欸 這個叫什麼 這個稱為A向量 在B向量 上 叫什麼 的分量啊 講分量有點抽象對不對 其實這個分量 在之前的課程裡面 他有一個比較通俗的說法 有沒有人知道分量的比較通俗的說法叫做什麼 講分量你會覺得 哇老師這個數學名詞太抽象了 我聽不懂 以前我們講那個分量 我們把它叫做什麼長 叫做投影長 斜邊乘上cosn是不是會得到0邊 對啊 這個就是0邊啊 斜邊乘上cosn會得到0邊 那個0邊就是投影長 對嗎 他的比較通俗的講法叫做投影長 只是我們有強調過投影長 他其實指的不見得是長度 在對角的時候是長度 但是如果是頓角的時候 他是長度再加一個什麼號 加一個負號 所以比較嚴格的數學講法 這個東西其實叫分量 講分量才是對的 但是我為了讓同學容易理解 其實我們就創造了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做投影長 這樣可以 好來這個稍微知道一下就好 要求不高 來同學那你知道 把一個向量除以自己本身的長度 V向量長度分之V向量 同學你知道這是一個什麼向量嗎 這個東西叫什麼向量 這個東西叫做單位向量 與V向量同方向 叫什麼 單位向量 我想確認一下 我在你們班 有沒有介紹過單位向量這個概念 有嗎 有 真的有嗎 有 我印象中你們班好像沒有講 真的有 成考卷的時候 考卷的時候 考卷那個不算 那就沒有 來你把它寫上去 好 我花一點時間來介紹一下 什麼東西叫做單位向量 來我們正式來定義 有什麼叫單位向量 這粉筆怎麼那麼容易斷掉 他這樣很容易斷掉 我可能找不清楚 導演什麼叫單位向量你知道嗎 單位向量來寫一下 單位向量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向量的長度是多少 長度是1 來長度為1的向量 如果一個向量它的長度是1的話 那麼這個向量我們稱為叫什麼向量 叫做單位向量 可是同學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大部分的向量它長度都不是1 所以到底要做了什麼樣的一個動作之後 才能夠讓它長度透過伸縮變成是1呢 來老師我這邊這樣寫 來下面有第一個括號 我盡量把筆記寫清楚 往A向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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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A向量的 往A向量方向的 好這樣寫 單位向量 好他是誰呢 慢慢講 好我們還有兩個禮拜的課程 好就這個禮拜跟下禮拜 我們去移動考生下14天嘛對不對 好 剩下14天一定可以交往 好慢慢講 我一定可以把它全部交往 完全不要考試 長度唯一的向量 叫做單位向量 我旁邊舉一個例子喔 來同學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比如說這個A向量 叫做誰 A向量叫做30的話 來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同學問你 A向量如果叫做30 我問你這個向量長度是多少 3喔 長度是不是3 好那我現在希望它長度不要3 我希望它長度變成1 那你覺得怎麼辦 同學你直覺去理解就好 這個向量長度是不是3 30嘛 從00到30對不對 它是個移動的指令 往右三個單位喔 對不對 所以這向量長度是3 可是我希望它長度變成1 所以只要怎麼樣就可以出 對除3喔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A向量 把它處理它自己本身的長度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向量會變成另外一個向量 叫做誰 叫做10 欸這個是不是就是單位向量 你懂那個意思嗎 當然我還可以舉其他的例子喔 比如說同學如果有一個V向量 這個V向量叫做34 來那老師請教一件事情喔 請問你這個V向量的長度是多少 往右三個單位往上四個單位 同學這個向量的長度是多少 這個向量長度不是5嗎 對不對 它的S分量是3 它的Y分量是4嘛 根據B次定理這向量長度是5 長度是5太長了 我現在希望它長度變成1 所以你告訴我 這個V向量做什麼動作 長度會變成1 剛才是除以3嘛 所以現在要除以多少 就除以5啊 所以你只要把一個向量 除以它自己本身的長度 你看喔 這個V向量可做34對不對 你如果除以5 它會變成5分之3 然後5分之多少 5分之4 同學這個向量的長度是不是就是1 對啊 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開根號 長度就是1喔 所以你這裡透過觀察 不要講太數學 透過觀察你發現一件事情 往A向量方向的單位向量 如果我希望它的長度變成1的話 你只要把這個向量把它怎麼樣 把它除以自己本身的長度就可以嘛 這個叫做單位向量 這樣可以嗎 我寫錯了 我改一下 來 把一個向量除以它自己本身的長度 它就會變成單位向量囉 這樣有了解嗎 這樣講可以接受嗎 比如說嘛 你看嘛 把A向量 除以它自己本身的長度 它就會變成一個新的向量 這個新的向量 我給它一個名字叫做U好了 那同學你看我這裡喔 來看我這裡 這個向量對不對 我如果要算它的長度 是不是要幫它加什麼值 絕對值 你看 加絕對值 加絕對值之後 你看上面是A向量的絕對值 下面是A向量的絕對值 所以會變成多少 所以變成1 對啊 沒有錯 所以我把一個向量 除以它自己本身的長度之後 取絕對值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長度就變成1了 所以這個就單位向量 給你一個向量 如果要讓它長度變成1的話 你只要讓它除以自己本身的長度 這樣OK嗎 來第一個 請你把它寫上去 來可以喔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 來這裡我幫你寫喔 往A向量的方向 A 然後長度為R T長度為R A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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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希望它的長度是R 好 長度是R 同學 您知道晚上裸睡有什麼確定 早上起來又弄會痛 不是 比如說晚上您只要上廁所 你要離開你的房間去廁所 對吧 很冷 可是半夜通常沒有人 所以有時候我會看情況 如果沒有很急 我會穿一條內褲然後再出去 廁所在外面 宿舍 對 住宿舍 如果如果我錄的話 那我有時候會就趕快跑出去 就變晉級的巨人 那半夜有三點 會有三點會有人看到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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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沒有人看 有時候我會怕被國賓看到 你知道國賓嗎 因為他的房間就在廁所 比如我怕半夜起來上廁所遇到 哦 向腳 這怎麼寫你知道 哦 哈囉哈囉 同學我跟你講喔 如果我希望啊 我要寫出一個項量 他跟 A 項量是同方向 但是我希望他的長度是 R 那怎麼寫 長度是一直長這樣 同學那長度是R 只要把它再乘幾倍 再乘R倍就好啦 所以這個項量會長這樣 A項量 然後除以自己本身的長度 請注意喔 除以自己本身的長度 它會變成單位項量對不對 然後這個項量 你如果希望它伸縮長度變成R 那你就只要在前面再乘上一個幾倍 再乘上一個R倍就可以 對不對 就這個概念 所以請所有同學看我現在這邊 來同學我問你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正攝影的公司可以這樣看嗎 這不是每個學生都可以這樣看喔 V項量除以自己本身的長度 這個是單位項量 你先讓它長度變成1 然後再把它乘上什麼長 投影長啊 對不對 我先讓它長度變成1嘛 然後我再看一下它投影長多長 再乘上這個投影長 是不是就把它做伸縮 這個就是你的投影項量 這樣講有沒有清楚 課本只有講到這個公式 可是我現在把它延伸 把這個公式把它拆開 變成單位項量再乘上分量 當然同學你知道 如果今天這個飛機是這樣飛的話 你的這個投影項量是這個方向 請問你 你的投影長會變成負的對不對 對啊 因為你要往這個方向 知道我的意思齁 好 那我們這攝影大概就暫時先談到這裡 中學有帶席座嗎 我要講席座裡面的一個重要的題目 來 把你的席座打開 很明瞭